马太福音五章九节十节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使人和睦的人是处境和平者 使人与上帝和睦的意思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我们信主后就是神的儿子了 为什么这里又说必称为神的儿子呢 我们可以由启示录二十一章七节来说明 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 我要做他的上帝 他要做我的儿子 这里所说的儿子 就是指那些将来要承受神的国度伟业 就是与主一同掌王权的得胜者 为一受逼迫的这个义 就是神的标准之义 这里是指那些因为要获得个人的义 就是信耶稣 或是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 就是实现上帝的公义 而遭受迫害的人 为真理受逼迫 或为行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受毁谤 是不能避免的 这种逼迫 不单是敬前的标志 也是一个人是否向主尽忠的试今时 基督徒为主的名受逼迫 毁谤甚至殉道 不要觉得难过受委屈 倒要欢喜快乐 因为神为他预备了大赏赐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便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一同坐在天上 但我们能否与基督一同坐王 要看我们是否能够让主的权柄 在我们的生活中实现 能否在一切的逼迫患难中 打那美好的仗 如果能的话 那么主说 天国已是我们的 我们必要得着那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